Hello,大家好,我是Lucy,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那今天的视频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防纤霜品牌 叫做K-Skin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呢,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所佩戴的所有首饰都是来自于安达鲁伊萨的 首先呢,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耳环 还有我手上的这个戒指 那像这个牛角包形状的戒指呢 我之前买过这个粗的版本 这次呢,我选了一款相对来说比较细的 还有包括这个耳环也是跟它配套的 给大家看一下就选择上的不同的区别 我觉得粗的跟细的是两种感觉 粗的这一款其实单戴就蛮好看的 细的这个呢,我觉得不管你是去叠加别的戒指呀 或者是搭配它同款的这个耳环我都觉得很好看 这个耳环比一般的就是那种环形的耳环稍微特别眼 因为它加了这种像牛角包卷卷起来的这个形状 从今天早上戴到现在下午大概一点半 就是还是挺舒适的,我戴了也大半天了 它虽然还是有一定分量感的 但不会说戴起来的时候很重然后耳朵很难受的感觉 就目前为止我应该是收齐了 阿妈露伊萨它这个牛角包形状的戒指 然后包括它里面有一点不一样 粗的这个里面就是平的 然后细的这款它是这样卷卷卷一直卷到里面还是在卷的 中间这个是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很多次的 这款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在视频里面就是频繁在佩戴的 而且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叠加 这次呢买了一个就是食指上的这个更加秀气 更小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适合用来叠戴 它其实存在感非常的低 它这个设计挺特别的 因为它这边是断开的 两头有两个小小的这种钻石的感觉 在不同的手指上可以去佩戴不同的戒指 就第一次尝试的它是他们家的这个舌骨链 像夏天搭配这种短袖啊 或者搭配衬衫啊 非常的好看 跟你的皮肤非常的贴合很舒服 它会根据你就是身体不同的角度 它会稍微去改变一下它的形状 马上就要母亲节了嘛 然后他们家网站上也有比较大的这个折扣 我会把折扣信息啊 还有链接放在下面信息栏里面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那回归到我们的正题 就是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新的防晒霜品牌 就是K-Skin 那看过我上期Safira开箱视频的小伙伴呢 一定都知道我其实对他们家的产品 其实期待还蛮高的 品牌创始人呢是Winnie Hollow 那Winnie Hollow呢算是一个国际的supermodel 它走过很多国际化大品牌的一些这种T台秀 比方说维多利亚的秘密 其实我自己是从维多利亚的秘密里面开始认识到它的 它自己本身呢是患有这个白颠峰症的 在2018年的那一年呢 它就是外出拍外景的时候 然后被太阳晒伤 从此它的白颠峰情况就更加的严重 也因此呢激发了它想要创建一个这个防太霜护肤品牌的想法 因为我知道很多身体上包括皮肤上的缺陷 真的会让人就是没有那么的自信 如果脸上有很多痘痘可能都不会很自信 不要说是白颠峰症 有小时候因为脸上一些雀斑 感到一些自卑啊等等那种不同的情绪吧 因为毕竟在镜头底下 然后在演艺圈 大家对于这种美貌啊 还有外表包括皮肤的要求还是挺苛刻的 但是它可以这样站出来并且现在就是事业发展得很好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知道说 哪怕你天生不是完美的 但是呢你同样的还是可以很自信 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还是挺喜欢它的 它们家产品的优点呢 是所有产品都不含规 然后也不在动物身上做测试 并且呢也是珊瑚浇油好 所以这次呢我也非常期待 K-Skin它们家的防染霜产品 第一款产品呢 是它们家这款Universal Mineral Face Lotion SPF50 with Squalene 那这款呢是一款全物理防晒 在上一支开箱视频里面 我没有过多的介绍 因为那个时候我只用了两次 当时我用完其实感觉不是特别好 但是呢我想再多试几次 直到这个礼拜我准备要拍 这个K-Skin的产品review的时候呢 我才发现 它们家这款物理防晒 不管是在Sephora或者是官网上 所有的地方都已经下架了 完全是买不到这个产品了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好像是有人反映 它这款的话会让你的脸染色 然后变成一种黄黄的感觉 当时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刚刚涂完了这个 黄色包而且涂得特别的多 最近就很想要去洗脸 各方面用上去的使用感受很好 很好推开 然后呢保湿力度也刚刚好 当时还挺喜欢的 因为它确实在刚用上去的时候 涂在手上你并不会觉得黄黄的 没有让手就是明显的变黄 第一次用完以后我还挺开心的 就觉得很喜欢 包括第二次涂抹的时候 也非常的好涂抹 直到晚上照镜子的时候 我才发现真的当时有点被吓到 我整个脸是变得那种很深的黄色 就是整个脸色非常的难看 黄里面还带一点那种淡淡这种中色 有点好像抹了土在脸上的感觉 把防卫霜卸掉之后呢 就好像肤色又回来了 所以我当时没有担心那么多 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 后来有人反映说 它这个颜色是会steam的 就是会真的被皮肤吃进去会染色的 所以我也是有点吓到 但索性的是呢 还好这个颜色染色的情况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它的产品是说它的这个黄色的颜色是有抗氧化的作用的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它这个黄色能让你的脸看上去就变黄了 我觉得就是不太能看 估计是里面的某一个成分就是经过氧化之后呢 它颜色变深了 但这款呢就算是没有爆出来这个下架的事情 我也不会推荐给大家 之后如果有新的更新 更新出来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我会再跟大家就是更新一下 应该算是我近期以来用到就是比较雷的一款防晒霜产品 第二款呢是他们家的这款化学防晒 是SPF45里面是含有燕鲜的这一款 主要是因为它是化学防晒 还有呢我看它好像有一点点颜色 就有点担心会不会不适合我 所以我一开始没有想买 店里面的时候我是试色了以后呢 我才决定买的 也是意外的发现这款既然比物理防晒要好用 包装上有个问题我一直都很不解 前前后后所有的字都是这样子印上去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只有它的这个K-Skin的这个logo 既然被我擦掉 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品牌用了不一样的这个染料 还是不一样的这个印刷的方法 如果我不知道的话都不知道这款是什么品牌的 这次呢其实我也是有买 Supercook那款新的化学防晒 然后它的成分表里面我忘了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成分就是酒精 我用的时候只要一打开滴在手上 然后还没有碰到眼睛 只是碰到脸上 我就已经可以感觉到那种酒精熏眼睛的感觉 这款化学防晒里面是不含有酒精的 所以用起来相对来说比较温和 然后再加上我眼睛非常的敏感 大部分的美国的化学防晒我用完以后就整个眼睛很难受 这款用完以后呢我是完全眼睛上不会有这种刺激的反应 就相对来说它是化学防晒里面 我个人是觉得说是比较温和的 也是含有很多很养肤的成分 含有海藻 海藻呢可以保湿滋润皮肤 含有它们家独家的这个保湿花蜜 同时呢也是含有烟纤胺 也是维他命D3 发觉肤色提亮肤色也具控荣的效果 是有一点点这种淡淡的肉色的 它质地其实非常的水润 就在手上涂开以后它是完全没有颜色的 涂在脸上以后其实我挺喜欢它的这个光泽感的 它像是一种健康皮肤的光泽感 甚至有一点点这种古铜色皮肤透露出来的这种健康的光泽感 但当然这款它是不会让你的皮肤颜色变成古铜色啊 或者说是加深的 很像是你运动过后脸上那种健康的光泽感 再加上它这个光泽感呢 我觉得非常适合当妆前乳来使用 那这款的话如果你皮肤是比较油 在夏天比较容易出油的话 我比较不建议你用在妆前 因为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滋润力度 所以不一定会很贴妆 但如果你皮肤跟我一样是比较偏正常 甚至是有一点点中性偏干的话呢 这款还是非常适合当妆前乳的 这款如果打分的话呢 目前我会给它打4颗星 它这个光泽感虽然很好看 但仔细看的时候 我会发现有一点点亮亮的闪片 就我个人其实不是非常喜欢有闪片 还有个原因呢 是他们家这款物理防晒出现的这个问题 会让我对整个K-Skin的品牌呢 会稍微有一点点减分 因为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在发布产品之前 没有做好这个调查或者说研究 没有想到的非常期待的物理防晒 既然是雷品 然后没有很期待的化学防晒 既然还挺好用的 最后这款产品呢 就是他们家这款防晒的唇膏 是SPF30 然后也是化学防晒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款应该会成为我2022年最爱的一款唇膏 就是我看到Sofar贵姐全部都在买这款唇膏 当时在店里面也是被一抢而空了 然后买回来以后 我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这个唇膏的这个头的部分呢 它是这种胶状的很软很舒服 感觉这款唇膏我是可以一天涂个七八百次 就一直在嘴巴上这样涂非常非常的舒服 因为一般的这种有防晒能力的唇膏 它都会有一点偏白或者是有一点颜色的 但这款呢它是这种全透明的 所以涂在嘴巴上 它不会让你的嘴唇变成什么奇怪的颜色 反而呢会让你的嘴唇有那种glow 有那种光泽感 简单涂这个唇膏 也会让你的整个人变得更加精神一点 不会让嘴唇很干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是出去露营嘛 然后去了北加那边 我感觉那边好像会更干一点 然后再加上可能水喝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嘴唇整个就有一些起皮也非常的干 就当时干的时候已经干到嘴角已经很干 然后哪怕是喝水啊 嘴巴张开就有一种撕裂的痛的感觉 回来以后我就一直涂这个唇膏 它真的会有被修复到 我觉得它修复滋润力度非常的好 使用感受非常的好 也是含有海藻 芦荟 还有维他命E 所以对嘴唇上的皮肤呢 可以起到一个滋养保湿 然后抗氧化的作用 这个产品它的这个必要性比眼霜还要重要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产品 其实你是可以涂在眼睛上 你不需要特别去买一个眼霜 大部分的防晒霜你也是可以涂在眼睛上 但是呢你涂在脸上呢 这个防晒霜是不能涂在嘴唇上的 所以这款产品我觉得它的必要性还是挺高的 如果打分的话 我会打出高于满分的这个分数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一块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视频内容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之后呢我也会更加频繁的跟大家来分享 这些新的护肤产品 特别是现在夏天了 我会再跟大家多分享几款好用的防晒霜 之后呢也会再出一个防晒霜的合集 那希望呢大家还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如果你还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点赞留言还有分享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那这样子我在下次发视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见面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